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的第二堂课 我们要来谈的是 耶和华见证人有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会把耶和华见证人 跟法轮功两个放在一起谈 因为你看这个图就发现 怎么好像哦 那群人站在一起 只要把那个书改成法轮功 他就是法轮功啊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比较多是外国人 法轮功我们刚刚讲 法轮功是一个很典型的 由就是自己老中这边 由这边我们在吉林省李洪志 他所创立的 那耶和华见证人 他就基本上完全是一个外国人的异端 什么是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 可如果说守望台 很多人说我知道我听过 我听过守望台 耶和华见证人是一个他们就是说 他们从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异端 他就不认可三位一体的异端 他是1881年很久了哦 1881年他是由这个罗素在美国的宾州 Pittsburgh建立的有一个书房叫做守望台 所以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又叫做守望台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刊物叫做守望台 他是一个出版的一个杂志 所以1881年他就开始宣扬一些他认为的基督教的观念 那他的基督教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那里不一样 我们就后面再讲 他觉得1881年他就开始讲 那一直到了1931年 他们就正式把守望台给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耶和华见证人 他是根据哪里 根据以赛亚书 他说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是我拣选的仆人 所以他说我们这群人 我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他的历史相当悠久 其实早在1881年就开始了 然后到1931年的时候 他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宗教团体 叫耶和华见证人 那也有人说守望台 守望台是旧的名字 耶和华见证人是新的名字 那这个团体呢 他的最高领导单位 他的总部 是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 那他里面有一个团体 叫做中央长老团 等于是教皇 是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梵蒂冈 你用这样的概念讲就会懂 就耶和华见证人的梵蒂冈 是在纽约布鲁克林 那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就开始讲了 就他认为 他跟我们其他的基督徒 哪里不一样 他认为说 我们的基本教义 我们的传道方式 我们的生活准则 我们都恢复 使徒行传的时代 你说这个很好啊 对这个是很好 但是呢 他们非常的律法主义 非常的教条 这就是很微妙的地方 表面上他说我们要恢复 比如说他们传福音 他觉得当时耶稣跟门徒 就是到处走到处传 所以他们传福音的方式 你刚看到了 就在公共场所摆一个书摊 然后就是给你传福音 他们用这种方式在传福音 他们认为他们是恢复了 初代教会的方式 他们信徒住在一起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要遵守圣经 遵守教条 所以他们有一点像 法利塞人 旧约的法利塞人 跟新约的使徒行传 把这两个东西 mix在一起 他又有法利塞人的那种 律法主义 他又有使徒的那种新约的 强调的那种新的教义 他们是相信耶稣的 法利塞人 把耶稣听死是这样 不相信耶稣 但是呢 他们是相信耶稣的 那这个就是 所以 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当中 比较不容易分辨的 因为跟我们是蛮接近的 那有几个特色 这几个特色 我不能够完全说他错误 但是这个是他的特色 因为他的错误 我们等一下会 针对那几个明显的错误 那是错误 我现在要讲的这几个特点 我觉得是特色 比如说第一个 他拒绝服兵役 他也拒绝什么 像国旗 国富一项行三区公里 他拒绝 他们的特色就是这样 他们不输血 不捐血 因为他们认为 血里面有生命 他们认为 我的血就是我的血 你的血是你的血 所以 他们的医疗行为里面 他说 对不起 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们是反对俗血 你的生命 只属于你 你的生命 不能够过渡到我这里来 这是他们的特色 我不能够说 这是他们错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讲异端的时候 我们是针对他的 教义上的错误 你才可以说他这样是错 他在生活上 或者他在个人有所坚持 那这个是他的权利 我今天 我说我就不接受 我不输血 我不捐血 我不当兵 这个你不能够说 他是异端 这是我个人的异端 我不能吗 那你把我抓去关 那这是我的自由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他们也不过复活节 不过圣诞节 对不对 那也有些基督徒 也是主张说 不应该过这个节日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不能够拿来说 他们错 这样大家听懂吗 他们拒绝庆生 这个好笑吧 好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在后面都会来讲 甚至于他们极端到一个程度 说我们不挂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也是一种偶像 圣经里面说 你们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有一个像 所以十字架也是一种像 那这是他们的看法 可是你不能够这样说他错 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些部分 我们现在讲这些部分呢 都是他的特色 不是他的错误 他的错误呢 我们等一下要来讲 好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有几个他们的就是 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蛮有趣的 来 为什么不当兵呢 我来解释给大家听 圣经里面说 在以赛亚书说 要把刀剑打成离头 而且呢 也不再学习战士 就是我不再学习战争 这是以赛亚书 可是问题是 这个描述 描述的是未来在天国里面 那他们就强调说 圣经上讲 我们不应该打仗 我们不应该当兵 我们当然反对战争 我觉得不管你什么宗教 全人类我们基本上 我们都是反对战争 因为战争是太不文明了 可是你反对战争 是代表你家都不需要有武器吗 那这是两回事 我反对战争 我反对打仗 但是我家里可不可以有枪 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要自卫啊 我要正当防卫啊 不能因为说我反对战争 我反对战争 我反对抢劫 我不赞成 所以你们要来抢就抢吧 我不会还手 这个是逻辑上的错乱啊 我主张和平 不用代表你尽量打我吧 你打我吧 你打死我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反对战争 跟我要当兵是两回事 因为我去当兵 不代表我要去杀人 我去当兵 其实主要是说 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 让你不敢欺负我 这个讲的再浅显一点 大家都可以明白 那叫做 害人之心不可有 那下一句呢 防人之心不可无 所以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会 就是我们允许大家去当兵 因为当兵是你要保卫你的国家 当兵就好像你家有保权 是一样的意思 你的社区楼下有一个管理员 你们家门口有保权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 那这样的话 国家有军队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国家有军队的话 要不要有人去当兵 要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当兵 答案就是可以 可以 可是你当了兵 如果国家命令你 为了某个缘故去杀人 比如说希特勒 他命令说要去杀犹太人 这个时候你可以拒绝 因为事实上的确在德国当时 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反对 所以就有逃兵 就是说我逃兵 不是因为我不想保卫国家 我逃兵是因为你叫我去杀一个 我认为不应该杀的人 我没有道理杀掉他 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所以我不要 所以他就逃兵 所以这个是OK的 所以当兵跟杀人 请你把他分开 当兵主要是防卫 不是杀人 那我们反对任何国家有战争 可是你不因为反对战争 你都不要编国防预算 我们国家反对战争 我们没有飞机 没有大炮 没有坦克 我们也没有潜水艇 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 那这样你反对战争的下场 就是被一些残暴的人 他就欺负你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大家要把这个观念要分清楚 那耶和华见证人 就是你听到这里 你应该开始有感觉了 他们就是会极端解释圣经 他们不看上文下文 也不看时空背景 也不看这句话 在整本圣经的意义 他就拿一句话 然后就往死里打 比方说 他们旧约引用以赛亚书 新约引用马太福音 因为当时不是彼得 不是耶稣被抓吗 彼得不是拿刀出来 后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了 那也是不小心的 也不是剑法好 耶稣就把他耳朵装回去 然后就跟彼得讲说 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耶稣的意思是说 不要想要用武力 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还是一样 是一个反战的概念 那你不能就过度把它解释成 所以要说不可以拿刀 那你这样的话 我们妈妈们在厨房做菜 全部只能拿剪刀 也不能拿菜刀 所以这个都是过度的解释 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说耶稣华见证人 主张不当兵 他们是用这样的圣经根据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解释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为什么不庆生 这个就好笑了吧 你说这个庆生很正常啊 大家生日快乐做个蛋糕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耶稣华见证人 他们是极端的律法主义者 他们就认为说 根据我们在古书里面查到 人类庆生 是因为以前的人相信 妖魔鬼怪会在人生日那一天攻击他 所以如果有亲朋好友在他的身边 跟他祝福唱个歌 吃个蛋糕就可以保护他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是乱来 耶稣华见证人就说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荒谬 我也觉得是荒谬啊 我也觉得这种传说是迷信啊 可是不等于我认为是迷信 我就不可以庆生啊 这个就是你知道逻辑上 他们就属于那种解释东西解释的很偏激 解释的很极端 解释的很绝对 所以不可以庆生 他们说 基督徒不应该认同这些 我没有认同啊 我给一个人我是庆祝为他 为他来庆生 为他上生日快乐歌 然后为他祷告 感谢主 为他我们受造奇妙可畏 为着这一天 他来到世界上 我们大家高兴 我这个东西跟什么 妖魔鬼怪攻击他 一群朋友保护他 我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你不能因为有一些人庆生是用错误的态度 你就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你们都不可以庆生 那你这样讲有人结了婚后来离婚 那你结了婚后来离婚 那你结了婚后来都不可以结婚 这个完全逻辑是不通的 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解释是很偏差的 但是呢 对于有一些比较道德洁癖的 或者对于有一些自我要求 极高的 他们就觉得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要超级精准 去讨神的喜悦 就是我尽量 就是不沾染任何的世俗 我尽量 超级的圣俗二分 我尽量的就是我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圣洁 只要有世俗的人用我就不要了 你摸过我不要了 这叫做道德洁癖 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比较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要说这是他们的教义 但不是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都有这种个性 这个是分开的哦 你不能够说他是耶和华见证人 他就是有这种人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针对他们的教义 当年创办的人 为什么会创办出这种信仰 我们谈的是这个东西 后来相信的人 不见得有这么强烈的情绪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那他们不庆祝圣诞节 那这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很多基督徒也的确不庆祝圣诞 第一 因为圣诞节这个是源于异教 好 然后呢日期也不详 就耶稣哪一天生日你也不知道 因为圣诞节本来是庆祝太阳神的节日 后来就把它转化为圣诞节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们不应该过圣诞节 至少不应该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 耶稣 耶稣的门徒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几月几号生日 我们不需要特别庆祝生日 你庆祝生日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是像刚刚说的这一天神会会被保守你吗 还是是像法轮功法轮日说的 你在这一天做功德可以得到一亿倍吗 所以你反对过圣诞节我觉得这是OK的 但是如果有人要过你也不应该禁止他吧 如果今天我过圣诞节的心态是说我借着这个节日 我来跟你传扬我借着这个日子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一天 但是我们借着一定有一天是耶稣的生日嘛 那不管哪一天 反正我们是用这个日子是要告诉你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那请问如果有人要过圣诞节可不可以 可以吗 你说我不想过我不认同可以吗 那别人要过那也可以嘛就不要那么偏激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说早期教会也没有圣诞节啊 你去读圣经使徒行传没有圣诞节啊 他没有庆祝圣诞节啊 对没有庆祝圣诞节 可是却有清楚的记载天使向牧羊人显现 像玛利亚显现天上有星星引导博士东方博士 这个是存在的 所以没有说要庆祝 可是有没有庆祝 我可以说我也可以说有庆祝啊 耶稣生日那一天 耶稣生日的那一天有博士 就是有天使显现 然后天使在那边庆祝 说天上荣耀归真神地上平安人蒙恩 为什么不可以庆祝 他有庆祝啊 只是庆祝的日子不知道是哪一天 那你有必要抓着这一点 然后穷追猛打吗 这个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你要过就过你不过就不过 你过的人不要骂不过的人 不过的人不要骂过的人 只要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好他们另外一个原因说 圣经上告诉我们 你们要纪念耶稣为你们死 所以这个我也是被打败了 我们只能纪念耶稣的死 为我们钉死在实际上 不能纪念耶稣的生 那没有生哪有死呢 这个生有点不通啊 我们可以纪念耶稣的死啊 我们应该纪念耶稣的死 但并不代表 我们不可以纪念耶稣的生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讲到他们几个 他们的特色 这都不是错误哦 各位 我还是要强调 我讲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说他哪里错 因为他哪里错 后面我就会讲 他错就是错 那个就很清楚 教义上的错 我们等一下来讲 好 来吧 哪里错哪里错 第一个 圣经有问题 他们的圣经叫做新世界一本 这个很厉害的 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各位如果不说 你自己看着这个圣经 你会觉得他跟我们现在读的圣经不太一样 你不觉得 他完全没有 他完全没有想要弄一个让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没有 这叫做鱼木混珠 所以我才会说 耶和华见证人是所有的异端的里面 一般的信徒最没有能力去分辨的 因为他跟我们真的很像 包括他们用的圣经 你说天主教还有玫瑰经圣母经 你今天耶和华见证人用的圣经 你一看第一眼看下去 这跟我们的可能只是一种什么白话文译本 他只是一种新的翻译而已嘛 那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解释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不是的 事实上 他们这个叫做新世界译本 他们其实是篡改圣经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一招 他说是翻译圣经 他说我们是在翻译圣经 但实际上他是在篡改圣经 他不是在翻译圣经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到的 那他们现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圣经版本 已经翻译成106种语言 所以是很多种语言 可是那你去读的时候 他是偷偷的 偷偷的把一下他们不认同的 在用翻译 他们说我们在翻译 可是这是个技术性 技术性犯规 他在翻译的过程呢 他把一些他不认同的呢 删掉 把一些他认为的加进去 然后呢做一些修改 所以说他们不是翻译圣经 他们是篡改圣经 这一点就是绝对是错了 你前面你说我不输血 因为血里面有生命 你说我不吃猪血 我不吃任何带血的肉 你说我不向国旗敬礼 你说我不当兵 因为我只效忠上帝 我不向国旗向任何的世上的君王敬礼 我觉得这个都不算违反真理 是你个人的坚持 可是你去改圣经 这个不行啦 你去篡改圣经 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改 不想让人家发现 偷偷的改了 到现在他们都不公开 你们这个版本 谁翻译的 他到现在他不公开 没有人知道 他们用的圣经是谁翻译的 你们是凭什么翻译 他们就说 我们就从希腊文希伯来问 我们就直接重新翻译 你乱讲 你们的翻译 人家这么多圣经译本 有十几种二十种圣经译本 不是语言喔 各位你要 这是不一样的观念 圣经翻成多少种语言 那个是同一个版本 翻成中文英文 什么原住民的文 台语 罗马拼音 什么西班牙文 这都没有关系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 他们翻译了几百种 可是这几百种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喔 不是因为我的翻译不一样 我的意思就不一样喔 意思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某一些 比较难翻的地方 可能大家的翻法不一样 导致他的意思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可是你不一样 你今天不是翻译 你今天用翻译的名字 你根本你的圣经一读 跟别人 现在所有的这些翻译的版本 一放在一起的时候 诶 都不一样啊 所以圣经翻译成多少种语言 那是一回事 有多少种翻译本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英文的圣经 也有很多种翻译 因为我要从希伯来文 希腊文要翻成英文 那有人是这样翻 有人是那样翻 这个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在神学院读博士的话 有一些如果你读旧约的话 你是必须要直接从希伯来文 你要自己翻 我们神学院的老师 他们说他们去到国外读神学 就是这样 我直接读希腊文 读希伯来文 我要用我自己的语法 我自己把它翻译出来 我是要自己翻的 那这个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不管怎么翻 我是按照圣经的意思翻 耶和华见证人不是 耶和华见证人是 他们有一些陷入为主的看法 他读了声 他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要把你改掉 所以他们是利用翻译的包装 偷偷的把一些东西改掉 这样各位听懂了吗 这不可以的 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问题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改圣经 而且是偷偷改 连包装都不换 让你看起来以为一样 这叫偷天换日 其实不是的 那他们主要传福音的方法 就是都是在路边 就像法轮功讲 一群人站在路边 摆一个书摊 然后你过去跟你介绍书籍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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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你去走入他们的那个团体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做 他们就标榜我们是初代教会 我们是最纯正的 我就一直说 他们是有一点信仰的洁癖 就觉得后来都变了 我们是忠于原位 我们是初代教会 初代教会 可是他们坚持的 通通是一个什么 行事 他们坚持的 都只是一个外在的样式 耶稣已经说了 敬拜上帝用心灵诚实 不是在某个山上在耶路撒冷 不在乎这些仪文样式 是用我们的心灵 那耶和华见证人犯了这个 严重的错误 好 第二 这个也是很严重 这个我们要多讲一点 他们不接受地狱 这很妙 这真的很妙 他们的经文是用什么 传道书九章第五节 传道书九章五节说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他说 哦 你看 没有地狱 为什么要讲没有地狱 没有地狱 人家比较会接受嘛 你跟人讲说 你要下地狱谁要听 没有人要听下地狱 所以他们就说 你看传道书有讲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所以呢 没有地狱 那你说 没有地狱 你这传着什么福音 OK 他们的观念是这样 他们的观念是认为说 人死了就接受审判 信耶稣的上天堂 OK 不信耶稣的下地狱 不OK 他们说 不信耶稣的怎么样 神就把他消灭掉了 这样懂吗 他们说 不信耶稣的就没了 就上帝就把他们说 你们这些不信的 你们就消失 人间惩罚 所以他们就不见了 所以死后有没有审判 有审判 审判就是信耶稣的人 可以跟上帝在一起 不信耶稣的人 上帝就 就 好像那个电影演的 那种大手指 啪 那些人就 就不见了 那些人就不见了 金手指 漫威里面 就一个大魔王 还有一个金手指 这样一啪 地球上一半的人就不见了 所以 耶和华见证人就认为说 那些坏人 慈爱的上帝 上帝满有慈爱 怎么会把人放地狱 我不能接受 我受不了 我相信上帝 我接受创造论 我接受神的慈爱 我接受他 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这都太好了 amazing wonderful 可是你说 这样的一个 这么爱我们的上帝 会把他的儿女 丢到地狱里面 可能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所以 人死了以后 你也可以说他有审判 你也可以说他没审判 他们对审判的观念跟圣经是不一样 圣经说 你死了以后 你要为你做的事负责 没有细都刷死了就算了 没有 没有 或善或恶受暴 他们说有啊 有啊 他作恶的受暴就是不见了 各位 一个父母说 我很爱我的孩子 你考试考到 我就带你去吃冰淇淋 考不好的话 那就没有冰淇淋吃了 请问这叫处罚吗 这不叫处罚 处罚是 他要为他做的措施付出代价 而不是说 取消奖赏就是处罚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耶和华见证人 非常迷人的一点 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不愿意相信地狱 他觉得有地狱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很怕他下地狱 所以他听到 没有地狱啦 就是你人 你做坏事 你没有资格上天堂 那我不去天堂去哪里 你就不见了 你就 就没了 就 delete 就没有了 没有地狱 没有那么恐怖 还好 就是说 最坏就是不见而已 好一点的话 还可以上天堂 哎呀 这个人生太有保障了 很吸引人 这种理论呢 大家喜欢听 这个就很像父母亲 就是把小孩子宠坏了 说我很爱你 我就绝对不会处罚你的 你不用担心 你是害死这个小孩了 好 其实有没有地狱谁说了算 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谁说了算 当然是耶稣说了算啊 对不对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讲说 倘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少了一只手 进入永生 强如两只手落到哪里 地狱 怎么会没有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了 还讲哦 你缺腿 一百一百的进入永生 也强过你两只脚很好 被丢到地狱 也说不只讲一次啊 第三次 你只有一只眼睛 进神的国 强如两个眼睛 视力二点零 却被丢在地狱 三次 耶稣说 地狱是真的 因为公义的神 他一定会让你为你做的错事情负责任 这是宇宙的定律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会冒很大的危险 这样大家听懂吗 你可以不相信啊 因为没有人可以强迫你要接受有地狱的观念 那万一有呢 所以我说你不相信地狱是你的自由 但是任何不相信地狱的人 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大的风险里面 因为他说在那里的虫是不死的 在那里的火是不灭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讲到说有地狱 而且地狱里面有什么不死的虫 不是说这个虫要把它打死 打不死的 火啊好热把它熄灭 熄不灭的 那这都是形容死 不是说真的是虫 那就是形容说你在地狱的时候 那种痛苦 所以地狱绝对是存在 耶和华见证人好心啦 好心啦 就告诉你说没有地狱 让你不要害怕 这些东西你都是可以在耶和华见证人的网站 中文网站繁体的 我很多资料 我在准备这一系列 我都是直接去他们官方网站 原知原味读他们自己的资料 他们自己很清楚的说 他说不要担心 世界末日不用担心 你了不起大不了你就不见了 没有地狱不用担心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听了安慰 非常鼓励人但是骗人 因为耶稣说有地狱 这个太严重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他们第一个篡改圣经 第二个不相信地狱 第三个呢他不相信三位一体 他为什么叫耶和华见证人 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 他们强调耶稣也是受造的 他们我们只信耶和华神 耶稣是被造的 那圣灵呢 圣灵是神的力量 圣灵本身只是一个能量 他没有位格他没有个性 他不是活的 所以这个观念 完全是违反圣经 甚至于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 他们认为既然耶稣是受造的 他们讨论那为什么上帝要造耶稣呢 讨论他的身份的时候呢 他们得到了结论说 耶稣是天使长 他们得到了结论啊 他们说耶稣是天使长 所以这个是完全都违反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特色 当一群人他不信三位一体 我非常强调那个权威的那一位上帝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性格 导致他们这个宗教团体非常威权 大家体会一下 圣经说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是合而为一 结果你偏偏要强调说 不是是圣父最大 其他都要听他的 是不是这样的人会这么强调极端 而且我刚刚说的有一种宗教洁癖的 众人的性格是很偏激 很威权 你要听他的 他是绝对的对的 而且非常律法 很严厉 一定要照着做 一定要考一百分 不可以九十九 就是这样 你说他有没有错 他也不说是错 可是他就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 非常教条 耶和华见证人的特色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 现在这一页PPT 是我直接把它网站上 他们的网站上有Q&A 关于耶和华见证人常见的问题 他们的立场 官方 我直接拷贝贴上来的 我一个字都没有增加 一个字都没有减少 完全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中文官网上 他们的官宣 官方宣称的立场 我们来看 好 对我刚刚说没有减少 有啦 因为PPT我有把一些 后面说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那个我有把它删掉了 但是里面的字我是没有动的 我们来看 我们相信耶稣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要不是通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亲那里去 这是他们的翻译版本 好 我们相信耶稣降世为人 牺牲自己完美的生命 作为俗价救赎人类 他们想到自己都没有问题 耶稣去世后 上帝使他复活过来 让所有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没问题 好 我们也相信耶稣正在天上掌权 耶稣正在天上的王国作王 这个王国是上帝建立的 不久要为整个地球 新天新地带来和平 OK 到目前为止 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一样的 来 最后一句话 不过 but 来 猫腻在这里啦 不过 耶稣曾说 父亲是比我大的 他说 不是我们说耶稣说的 耶稣说我父我父 父啊父啊 我的父是比我大的 OK 所以 耶稣不是全能的上帝 所以我们不会崇拜耶稣 关键就在这里 他们的立场是非常公开的 你讲耶稣所有的我们通通都同意 只有一点不同意 耶稣是神不同意 三位一体不同意 所以各位你现在可不可以理解 为什么教会会出现三位一体了 你现在开始明白三位一体很重要了 整本圣经都没有出现三位一体四个字 没有 只有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们实习 但没有出现三位一体 有三位一体的实际 但是没有三位一体的名词 那神学家后来就用了三位一体这个名词来保护教义 所以就为了这种异端 就是为了有人说 你看耶稣自己说我父 我是子 然后诗篇说我今日生你 所以耶稣是受造的 耶稣不是神 所以他说我们不会崇拜耶稣 所以真相大败 为什么叫耶和华见证人 就是我们只信耶和华 我们不信耶稣 我们认为耶稣只是神派来的 耶稣是受造的 上帝派耶稣来执行救赎的任务 我们要借着耶稣的保血才会得救 这都OK 这都OK 但是耶稣不是神 所以这个其实就让很多基督徒说 有道理哦 两个东西有道理 第一个没有地狱有道理 很多人都会接受 第二个耶稣不是神 耶稣只是神创造来救赎人类的一位 你说天使长也好 你说神的儿子也好 随便 反正他不是神就对了 拍手 很多人觉得这样我就可以信了 但是 弟兄姊妹 所以我就说耶和华见证人士 所有的异端当中 基督徒最没有能力分辨的 因为他讲的东西很合我们的人性 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你对照圣经 他错 他说没有地狱 耶稣所有 他说耶稣不是神只是受造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对 所以直接就讲 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 我们信的这一位耶稣 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一位道 他就是已经是道 他不是道生出来的 他不是受造的 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他是创造的 这是基督徒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立场 耶稣是神 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共同地创造了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是一位神 他们是三位 但是他们是合而为一 所以他说只有一位神 不是三位神 这就是基督教的里面最复杂 也是最核心的教义 耶和华见证人 违反了 所以这个如果不是讲的这么仔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好 那一个人如果这个信仰是错的 他自然而然会露出马脚 所以呢 第四个绝对是错的 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他很多次错误地预言了世界末日 耶和华见证人 他的创立者罗素在1914年 很早了喔 1914年他就认为外邦人的日子结束了 受拣选的基督徒 启示录有说14万4千人 14万4千人 他说他们会被接到天上去 好 结果呢 没有 后来呢他的继任者 社长叫做卢瑟福 他也曾经预言 1925年 天国将会降临 1925年 有没有 后来守望台 这个杂志 有一天又报导 公开的宣称 1975年是世界末日 那其实这当中还有一些他们内部的消息 反正就是每次都说错 但至少这三个1914 1925 1975 这三个日子都是官方 都是历史上有档案 清清楚楚他们宣称都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有连续三次共沟 就是三次都预言错误 所以导致很多信徒就离开 所以你现在发现耶和华见证人 有一段时间我小的时候 耶和华见证人那时候很兴旺 但是到这几年已经慢慢整个很明显的都没落了 那你一定会问 他们讲耶稣要来后来没有 那他们怎么自圆其说 那也很简单 他说他是在天上掌权 他没有来 但是他依然在天上掌权 所以话都是随便他们说的 好那我们结束以前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见证 我觉得真实的见证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个是2015年2月8号 这个当然不会在他的官网上 因为他在拆他们的台 怎么可能放在官网上 这个是我另外看到的 我也会把这个到时候这个见证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line的群里面 好 这个是有一个弟兄 他在传统的教会 他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教会信主 一个国内的朋友 然后呢他信主三年 后来他实在是很厌恶教会里面 争名夺利 所以他就心灰意冷 结果无意中接触了耶和华见证人 在新西兰 他就发现哇这群人 人品非常的高尚 而且他后来从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 你看他们讲说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在德国纳粹期间 我们是唯一反对大屠杀的团体耶 我们是站在真理的这边 所以我说这个跟法轮功的真善忍 还蛮像的 我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 他说我们 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是最有爱心的 我们是要活出神的爱来的 所以当时我们反对 那这个反对 当然这个要给他们拍拍手 这个他们是做得很棒的一件事 可是一个人的行为跟他的教义 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的 所以这个弟兄 他就觉得哇你们太棒了 所以他就很认可他们 而且他说到现在即便我离开耶和华见证人 但我现在我很诚实的说 那一群人是我在世界上遇过 最有爱心 人最好 最会让你感动活出耶稣的形象的 他说我虽然离开耶和华见证人 但是我要说那群人到目前为止 我依然十分的佩服 而且他开始加入他们之后 他就发现说 哇这群人不像传统教会争名夺利 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目的很单纯的火热服侍主 热心祷告侍奉查经 而且他们的关心很亲密 不像传统教会里面勾心斗角烦死了 他说那一群人素质之高的 品格非常的高尚 但是but就出现了 他说我跟他们深入久了一点之后 我就慢慢的发现 这些人真的是很好 可是好到有点冰冷 就好到有点 不能说致命清高 而是说他们好到一点不问世事 好像山上的仙人这样 非常非常好 他说可是呢好像少了一点人味 就少了一点真实感 少了一点有血有肉的感觉 然后呢 他就发现说 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只相信旧约的上帝 是那种要遵守律法 讨他喜悦 上帝你看我很乖 你看我很好 你看我有十一奉献 你看我都做到了 他就发现他们不讲耶稣的 因为他们我们刚刚讲过 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嘛 所以这个弟兄 他很快就发现 诶怎么这个跟我认识的信仰不一样哦 跟我读的圣经不一样哦 他发现这些人的行为真的很好 可是你又想跟他深入他的内心 想深入他真实的 整个真实的人的时候 他发现他还是有点包装 他们还是有点冰冷 然后他最严重的事情是 他就发现说 掌控一切的 是纽约的中央长老团 这个是这样 是他有一次 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 也是从传统教会去的 有一天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去了 这个有问题 我给你看一个文件 他就给他们看他们图书馆里面 有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里面 就是在讲他们的开会的一些记录 他们就在讲 他们在造一个十四万四千人的名册 他们说 只有全世界至古至今 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得救 而且都有名字 这个弟兄说 这个不可能啊 你十四万四千人 你到了1881年才开始的 那之前的人去哪里 而且他说 在纽约的名册 早就超过十四万四千了 他就很勇敢问过他们 说你们说十四万四千 可是应该超过吧 他们都回答说 因为有一些人后来被教 被盗了 有一些人他是假的 反正我们名字报上去 真的假的上帝来决定 这很荒谬嘛 而且听起来觉得 你们这个是很诡异啊 而且他后来发现这个教 这个有点像神秘组织 其实到后来一切都是中央长老团 他跟他们在一起久了就发现 到后来刚开始不觉得 到后来就慢慢讲中央长老团 他问过他们说 你们怎么都不讲新约 都讲旧约 他说会啊会啊 我们先讲旧约 我们后来就讲新约 他说我去几年了 他们也不讲新约 他们也不讲耶稣 他们信仰 其实就是一个 我刚刚就说了 就是一个法利塞人的信仰 然后呢结合了新约使徒的传教的模式 二合一 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所以他后来终于明白 说哎呀 这其实我是参加一个宗教团体 他自己就攀然醒悟 好 所以我们就要问我们的结论 怎么看待耶和华见证人 在众多的异端当中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他很严重 第一个否认三位遗体 这很严重 第二个否认地狱 好 然后再加上三次预言都说谎 各位 我们反过来想 谁最不喜欢地狱 谁最讨厌三位遗体 谁最会说谎 你用这个角度来想 答案就是堕落的天使长 这个堕落的天使长 不要讲地狱 不要讲地狱 我不要听地狱 我不要听地狱 耶稣不是神 你们信耶稣没关系 他就是很厉害的教主 他不是神 不想承认耶稣是神 又说谎 这三个特质放在一起 答案其实很清楚 背后是谁 我想背后就是堕落的天使长 所以呢 基督徒 我们真的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要积极 向这些人传福音 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自己去读圣经 不要读你们翻译的 你们那个翻译的有问题 还有那么多版本 你们去读一读 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被误导了 而且要告诉他们 不要被组织掌控 什么中央长老团 不要被他们掌控 但是其实很难 真的 异端这些人 都已经信道走火入魔 都很钻牛角尖 很难让他清醒 非常困难 只能够真的就是祷告 求神怜悯 好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上的 法轮功跟耶和华见证人 帮助大家在真理上 有更清楚的分辨力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要知道 我们透过这些异端 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有些人 他们在这里出错 哦有些人在那里出错 那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错误 帮助我们在真理上奔走 直到见主的面 求主赐福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疫情期间出入的平安 有要回台湾的 有要回出去旅行的 有到各地的 都求主保守看顾 一些荣耀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 谢谢大家